治療的睡眠 安心的睡眠 议员成熟慧和小朋友一起唱歌带动作 这是南投家福中心在水里举办的辅导课 因为暑假已经快结束 而这已经是辅导课的最后一堂课了 议员成熟慧关心家福中心辅导的学童 还特别带来薯条和鸡块 来给小朋友们吃 对这些小朋友来说 他们真的是很需要有人给他们鼓励跟支持 所以淑慧议员其实非常的支持 我们的暑期的客服的活动 告诉孩子其实透过鼓励的方式 然后让孩子知道 其实不一定成绩要是最棒的 但是只要你能够持续的努力认真学习 那阿姨都会一直在鼓励着他们 除了食物以外 议员也准备了奖品 给获得全情奖的小朋友们 鼓励他们求学从不间断 是很好的习惯 那谢谢他们可以帮助我那么多 在这关心我那么多 是因为你的中课有比较进步还是怎么样 有进步一点只是 没有那么好 那你会在加油啊 会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一些老师都会教我们很多东西 是不是给你暑假带来什么样的方法 带来很多知识还有才艺 议员对于家福中心 主驾办理辅导课声表肯定 因为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 父母为了家庭经济 不得不外出工作 幸好有家福中心这样的辅导课 才能让家长们安心 教育的领域当中真的是不能互为互以穷 那当然学士是来增强这些小朋友 未来在社会上的一个竞争力 也希望说因为我们大家的关心 这些小朋友都能够得到实质上的教育的需求 也希望说让这些小朋友能够越来越为茁壮 虽然暑假已经结束了 但新的学期也即将到来 议员们希望这些小朋友们 不见得要成绩很好 但要有良好的品性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民意新闻洪杰明 水里采访报导